這一道菜的顏色真的超級漂亮 我都有點捨不得吃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yce 歡迎回到我的實驗室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我最近很常做的菜 大豆瓣炒雞丁 這裡是我們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需要雞丁 雞丁的部分我用的是雞腿肉 那我已經先用白胡椒 泥酒 醬油 還有太白粉醃過了 我們還需要蔥 還有蒜頭 調味料的部分我準備了糖 紅打喜 大豆瓣醬 還有香菇素蠔油 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把蔥切成蔥段 然後把蒜切成蒜末 然後把蒜切成蒜末 我們先起個油鍋 把雞肉煎到九分熟 油熱得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下雞肉下去煎 煎雞肉需要一點耐心 我們先讓它一面煎個一兩分鐘 再來翻面 一兩分鐘之後翻面 你就會看到雞肉上色了 我大概炒了五分鐘 現在雞肉已經差不多熟透了 我們把它盛起來備用 現在鍋裡直接再加一點油 現在鍋裡直接再加一點油 我們來爆香我們的蔥跟蒜 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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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出香味了以後呢我們就把雞肉加回去 翻炒一下 這時候就可以加我們的調味料 花豆拌醬 上去素豪油 我們的糖 細一點點的烘到一起 拌炒一下 什麼香味都出來了 超級香的 而且顏色也很漂亮 我們把它拌炒至全熟 就可以起鍋啦 這道菜的顏色真的超級漂亮 我都有點捨不得吃它 而且坐在這邊啊 那個香味一直撲鼻而來 真的很香 我們來吃一口 看 嗯 嗯 雞肉超級嫩 因為我們用的是雞腿肉的部分 所以一點都不會柴不會老 雖然說這道菜比較重口味 因為它是用辣豆拌醬下去做主要的調味 可是因為我們有加糖 還有加香菇素蠔油 所以它不會太過重鹹 不會死鹹 但是它又非常的下半 真的很不錯 我最近超喜歡吃這道菜 很常做 推薦大家可以做做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辣豆拌炒雞丁的分享 實驗室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